來看一下這個新版本的Google協作平台 那新版本Google協作平台強調什麼 就是自適應啦 就是我們講的RWD 那你可以從維基百科那邊稍微看到一點點 就是到底什麼叫做RWD 有的把它翻作響應式網頁 那有的叫自適應網頁 其實都可以 那只是翻譯的問題 原則上就是 可以讓網站在不同裝置裡面 不同解析度都有適合的呈現 減少你就在那邊移來去或說來說去的 一下縮小一下放大總是看起來比較辛苦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麼了解這個之後呢 我們就看一下囉 這裡有一個簡報 這篇文章是來自我們那個電腦玩物 我把它的內容 稍微 加了一下 稍微加了一下 把它放在這邊來的 那畫面部分 我這邊我就先開一個新的分頁好了 好 在這邊 第一個一樣就是大家都會上手啦 這個 不用懂程式碼你就會的 不用懂程式碼就會的 而且呢 更視覺化 就更簡單 就更簡單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它的優點 好 可是缺點就是 你可以自電功能比較少 第二個 它現在跟雲端立碟整合在一起 所以你在用更多的時候有沒有 從雲端立碟增加檔案的時候 你就會找到一個叫做我的協作平台 我的協作平台 那你看包括我的地圖 是不是都在裡面了 都一樣的齁 那接著呢我們再往下看一下囉 再來 一樣 只要是Google的服務 通通通都可以直接放進來 你看一下新版的這個介面 新版本介面有沒有 長得像這樣 就不像我們剛剛那個 舊版本好像比較複雜一點 它就只有這三個 主要就這三個 插入 你頁面 你套用哪一個主題 那你要插入的是這些 還是來自雲端硬碟 就這麼簡單 相對就簡單很多 不會說有太複雜 以前也許 你要學習所謂的 協作平台 可能需要一點點時間 因為你要熟悉一下環境 現在連熟悉環境都不用 直接進來就熟門熟入 那再來編輯一樣 就是它的編輯 剩下的就這樣子 你看編輯移除 那你一樣可以插入多個頁面 而且你可以做階層 只是新版本它只能一個階層 就是比如說 這個下面 你看這裡歷年成果有沒有 下面有兩個 是不是有兩個 對不對 但是它只能做一層 舊版本可以做N層 不過其實做N層也沒有太大意義的 大部分就是做一層到兩層 所以能夠做一層還在可接受範圍 所以這個是新版本 不一樣的地方 再來它的佈景主題 變得更少了 變得更少 所以你只要負責找圖片就好了 主要是這幾種而已 這幾種而已 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好 那我們往下看一下囉 那它有一個是舊版本沒有的 就是真的可以怎麼樣 多人協同的 也就是你在編輯跟我們剛剛會圖一樣 你在編輯的時候你可以看到它在編哪一頁 這個是目前舊版本沒有 舊版本有的是什麼 剛剛那個歷程 就是編輯的歷程 今天有多人編輯的時候也是一樣 比如說A在八點鐘的時候編輯了 你在九點編輯你可以看得到那個紀錄 但是不能同時編輯 不能同時編輯 但是新版本是這個都OK 所以這個是新版本的一些特色 簡單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我們就真的要來玩新版本 可以嗎 好齁